荒野独居第11集即将开播 10位猎人选手来到加拿大荒野 这里是黑熊和狼群的天堂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他们将要发挥自己的生存技能 在寒冷刺过的冬天生存下去 最久的一位选手将获得50万美金奖励 开局前我们先看看10位选手所带的装备 第一位选手杰克 他选了10件随身装备 第一件物品是散绳 这是搭建庇护所和制造渔网的主要工具 用途可是非常广阔 第二件装备是钓鱼工具 钓鱼是他的第一首选食物来源 这些鱼线能拉起几十斤重的大鱼 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收获 第三件装备是钢丝 可以用来制作全套陷阱 同时还可以用来搭建庇护所 看过网饥荒野独居的粉丝都知道 这些钢丝可以用来抓土子或者是河里 第四件装备是铁锅 看样子是使用过的 该不会是节目组准备的二手铁锅吧 第五件装备是铲子 它还需要自制一个长手柄 铲子的用途也是非常广的 第六件装备是一把多功能刀子 用来做精细活最实用 第七件装备是一把斧头 砍伐木头就靠它了 第八件装备是狩猎弓箭 节目组规定只能带九只弓箭 但它们能狩猎不同类型的猎物 第九件是一把巨子 这种手具用起来非常方便 有了它就能切天切地切空气 不敢说百分百和电锯一样快 但几乎和电锯一样快 第十件装备是睡袋 度过冬天全靠它了 杰克竟然没有带备用粮食和食盐 所有的装备几乎都是工具 期待杰克能在这次挑战获得好成绩 第二位选手米凯拉 以下就是他所带来的十件装备 第一件装备是一个压绒睡袋 表面可以防水 度过北极的冬天全靠它 第二件装备是一个大铁锅 这个铁锅非常大 一次能煮十几斤肉 第三件装备是一把斧头 砍伐木头必不可少的装备之一 第四件装备是一把手具 这是比斧头更加省力的砍伐工具 第五件装备是一个打火棒 有它在野外生火会更加方便 第六件装备是一把多功能工具 表面上是一把钳子 其实它还是一把刀子 第七件装备是一些钢丝 主要是用来加固庇护所 或者制作圈套陷阱的 第八件是一些彩色的散生 对搭建庇护所起到关键的作用 第九件装备是鱼网 它放下了鱼钩钓鱼 使用鱼网抓鱼 如果没法去到深水区 这鱼网注定是起不到作用的 第十件装备是弓箭 作为一个猎人 弓箭是它的主要狩猎工具 以上就是它在北极生存的十件物品 希望这个妹子能展示出自己的技能吧 第三位选手是酷饼 以下就是它的十件物品 第一件就是钓鱼工具 它认为钓鱼是它的主要食物来源 第二件装备就是铁锅 质量是非常好的 第三件装备会是多功能工具 第四件装备是打火棒 第五件装备是制作圈套陷阱的钢丝 第六件装备是散绳 这几乎是所有选手的必备物品 第七件物品是一把手锯 可以作为工具 也可以作为一把武器 第八件装备是一把斧头 第九件装备是狩猎弓箭 第十件装备是一个睡袋 基本都是一些求生工具 并没有备用粮食 第四位选手彼得 他的第一件装备是手锯 这是一把效率非常高的手锯 第二件装备是打火棒 三角洲的环境非常潮湿 有打火棒的话不至于连水都喝不上 第三件装备是钓鱼工具 它们所处的位置是河流和湖泊 所以钓鱼工具必须要选上 第四件装备是一个铁锅 这是一个全新的铁锅 不是捷克那个二手铁锅 第五件装备是一个多功能工具 第六件装备是拳套线 第七件装备是散绳 不仅可以用来兽敛 还可以用来绑少傅 第八件装备是狩猎弓箭 第九件装备是铲子 铲子的边缘很锋利 可以用来修理树枝 第十件装备是大睡袋 期待彼得能获得好成绩 第五位选手布莱克 他带的第一件装备是睡袋 第二件装备是斧头 第三件装备是折叠手具 第四件装备是钓鱼工具 第五件装备是全套钢丝 第六件装备是铁锅 第七件装备是绳索 第八件装备是打火棒 第九件装备是多功能工具 第十件装备是狩猎弓箭 在这次挑战中 布莱克计划大开杀戒 第六位选手是沙拉 他带的第一件装备是铁锅 可以用来煮水洗澡 第二件装备是散生 颜色极近大自然方便又不猎物 第三件是钓鱼工具 第四件装备是多功能工具 第五件装备是打火棒 生火全靠他了 第六件装备是钢丝 第七件装备是斧头 第八件装备是手拉锯 剩下的就是狩猎弓箭和睡袋了 考虑到地理位置 大多数选手的东西都差不多 第七位选手塔克 以下就是他在荒野独居 第十一期准备的物品 第一件装备是手拉锯 收集木柴或者搭建庇护所 都非常实用 手锯比较长 用来修理高一点的树枝比较方便 第二件装备是一把铲子 这是冰宫铲 可以挖东西也可以劈东西 第三件装备是户外铁锅 用来烹饪食物非常不错 第四件装备是多功能工具 刀子钳子都有了 第五件装备是打火棒 他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生活这件事上 第六件装备是钓鱼工具 能不能吃上肉全靠钓鱼了 第七件装备是散绳 第八件装备是圈套钢丝 第九件装备是狩猎弓箭 带来的箭少了点 第十件装备是睡袋 有他才能睡个舒服觉 第八位选手是佩斯 他带了彩色伞绳 可以用来钓鱼 也可以用来作为标记 在野外最怕就是麋鹿 有这些绳子做标记会好一些 第二件装备是钓鱼工具 他带了各种型号的鱼钩 想掉什么于随意选择 第三件装备是钢丝 他想要在野外狩猎盒里 那么这些钢丝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第四件装备是一把手锯 看着更像二手的 第五件装备是一把多功能工具 如同变形金刚一样变化造型 第六件装备是打火棒 可以节省生活体力 第七件装备是一把斧头 制作闭火索和收集木柴非常有用 第八件装备是一个二手铁锅 可以用它来煮僵果石 第九件装备是狩猎弓箭 但看着都非常旧 应该是一位大神选手 一看这把弓他就经常使用 第十件装备是一个睡袋 有了它 再冷的天气都不怕 希望佩兹能狩猎到大型猎物 第九位选手是克莱格 他的第一件装备是散绳 第二件装备是一个铁锅 第三件装备是斧头 第四件装备是钓鱼工具 第五件装备是钢丝绳 主要是用来抓兔子的 第六件装备是打火棒 第七件装备是多功能工具 第八件装备是手拉锯 第九件装备是狩猎弓箭 第十件装备是睡袋 加油吧嗨老 第十位选手是威廉 他的第一件装备是睡袋 第二件装备是刺网 第三件装备是铁锅 第四件装备是钢丝 第五件装备是一把小刀 第六件装备是钓鱼工具 第七件装备是打火棒 第八件装备是散绳 第十件装备是斧头 十位选手中威廉带的装备最差 甚至没有狩猎工具 所以他狩猎基本都是靠抓鱼了 不管选手带什么装备 只要他们能展示出自己的求生水平即可 荒野独居第十一季即将开播 十位选手有九位都是带弓箭狩猎的 只有两位选手是带了鱼网抓鱼 他们将来到加拿大的北部荒野地区 这里前期潮湿 入冬后会寒冷刺骨 在这里生存最久的一位选手 将获得50万美金的奖励 期待荒野独居最新一季开播吧